Multi-Core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一個例子 就是說如果是Multi-Core的Programming 就是我是一個CPU 可是我有多核 因為現在的CPU其實都已經 設計成這個樣子 有的是雙核 有的是四核 現在的手機的CPU幾乎都是四核 就是Core-Core 四個核心 RUN起來當然會速度快很多 就是說如果我們有Multi-Core的系統 那我們寫一個程式 那你程式要寫成Multi-Stray的 因此這個到底怎麼寫 我們講這個壓力又回到這個Programming的身上 回到各位的身上 今天各位在寫程式的時候 可能就說反正就是一個CPU 你就寫Sequential的程式 什麼都不用管 就把你的模型思維把它implement就好啦 反正一個時間也只能RUN一個程式 可是當我們在Multi-Core 這個時候我有四個 你的程式要寫的時候 你要不要想想看 你要怎麼RUN你的程式跑起來更快 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叫Dividing Activity 就是你必須把你的程式要做的部分先想看 哪些可以把它Dividing 就把它分出來 變成說可以同時執行的 一個CPU的時候你不用管這個東西 因為它一次只能執行一個 可是當你有好幾個核心 好幾個Core可以平行執行的時候 你在設計程式的時候就必須想說 那你的這個工作可不可以分好幾塊 而且要平行做 然後第二個還要考慮到所謂的Balance Balance就是說 那你分成好幾塊 這幾塊是不是可以所謂的Balance 就是平衡 就是說你也不要說分成四塊 但是其中三塊的Loading很重 另外一塊非常的小 你在這個很小的東西去佔用一個Core 所以就有點浪費了 其他三塊很重 那三個Core很忙 可是那個Core 另外一個Core很輕 然後它就很閒 那這樣也不好 所以你要考慮到第一個怎麼分 第二個怎麼分才會比較平衡 就是均衡 那每個Core這個Loading 盡量均衡 這樣才不會 所謂的頭重腳輕 這樣的現象出來 第三個就是說 那除了把Core分開來之外 這個程式執行 也不然會用到Data 那我的Data要不要也是能夠Spring Data怎麼切 因為你每一個程式在一個Core上執行 它可能會用到共用的Data 有的Data會共用 有的Data是自己先處理 那如果說每一個程式 每一個被你分出來的所謂的Straint 它自己有自己處理的Data 那你的Data怎麼切割 這個也是要考慮到的問題 那第四點我們叫做Data Dependency 就是你把Data切割之後 這個Data有沒有相依性 相依性的意思就是說 是不是這個Data 必須某一個Straint做完之後 下一個Straint才能再繼續做 就是它有時間的關係 那如果是有時間的關係 你就要更小心 因為你如果沒有分好 那很多後面的Straint 不能跑那個Data 因為Data有相依性 就是說 譬如某一個Straint 它要用這個Data 那這個Data必須是 某一個Straint先處理過 那它又要先某一個Straint先處理過 那變成說你雖然把程式分開來 可是Data本身相依性太強 變成說一定要一個一個做 那這個就有分跟每分一樣 變成說你在分Data的時候 要考慮到Data的相依性 也要考慮進來 那當然最後是說 你如果變成MyCore的程式 MyStraint的程式 你的Testing跟Debugging相對也困難 因為太複雜 我們一般人的這種思維 比較昆朽的思維 我們思維通常都是 按照順序來思維 讓你同時跑四個東西 在腦袋裡面跑 已經很難了 Moddy Thread Peral 這個思維上會複雜得多 需要一些training 需要多練習 譬如說幾個例子 譬如說 我們如果是有Core Core的系統 可是我有四個Thread T1 T2 T3 T4 我有四個Thread 可是我只有一個Core 那就是按照這個就是 T1 T2 T3 T4 就是按照某種順序 當然不見得是剛好1234 1234 這只是舉個例子 但是呢 同一個時間 就只能run一個Thread 就是因為你只有一個Core 我們來看 那如果你是Moddy Core 比如說你有兩個Core 有Core1跟Core2 那Core1就可以runThread 那Core2就runThread2 在某一個時間 那在下一個時間 可能Core1就runThread3 那Core2就runThread4 就變成你同一個時間 就有兩個Thread 可以被執行 那如果你有四個Core 同一個時間 可能就有四個Thread 可以被執行 當然每一個Thread 本身在執行的時候呢 也可能都會產生IO 而且產生IO的時間 也不一定一樣 那反正產生IO的 就拉走嘛 就把另外一個Thread 再排進來嘛 這個是OS會幫我們排啦 就OS會幫我們排成 但是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就要自己要會分割啊 所以如果你沒有分割好 那分割的結果是很不均衡 然後相應性還是綁得很緊 那OS再會排也排不出 好的這個流程出來了 這個是因為你沒有分好 是靠排成 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就是我們要分得很好 那加上OS的排成 就可以讓它非常有效率 該平行的時候 就可以平行來做 好 那底下我們就來介紹說 那MultiThreading有哪些Model 我們說 這個 要提供這個MultiThread 有兩個做法 一個是說 把UserLabel 就是在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 作業系統有不同的類 一個是Curnal 一個是User 那這個是因為OS本身 為了保護自己 為了保護系統 在UserLabel的動作呢 有些是比較簡單 但是如果你碰觸到IO 可能就要接到CurnalLabel才能Run 就是有一些動作 它在Curnal才能夠執行 那在Thread方面的這種 運作也是有分兩個Label 一個叫做UserLabel的Thread 叫UserThread 一個是CurnalLabel的Thread 叫Curnal的Thread 就是有User的Thread UserLabel的Thread 跟CurnalLabel的Thread 那我們說 所謂的UserLabel的Thread 就是說它是在Curnal之上 所提供的這個Thread的服務 那跟這個在Support的時候 不需要Curnal來支援 就是完全在UserLabel 那這樣的API 或者Thread的API 就是它完全在UserLabel來處理 那你寫的程式呢 都是在UserLabel的Thread 一樣 你還是寫8D Thread的程式 只是你的程式呢 都在UserLabel這邊的Thread 那這個是不同的OS呢 它有提供不同的方式 有的OS會提供CurnalThread 有的OS會提供 所謂的UserThread 看OS 那它有的提供 兩個都有 有的提供Curnal 有的提供UserLabel的Thread 那剛剛有提到 所謂的Curnal的Thread 就是說 它是直接由OS來支援的 就是OS本身 就支援這個所謂的Curnal Thread 就在CurnalLabel 就在CurnalLabel呢 它就可以有很多Curnal的Thread 來做這種所謂的Thread的服務 那這次有兩種方式 那基本上大部分的OS 包含像Windows的XP的系列 那Solaris、Linux 還有Apple的MacOS X 還有Unix 都有支援Curnal的Thread 那也就是這些OS呢 都能夠支援 在CurnalLabel的Thread的程式 這都有 但是呢我們要注意一下就是說 這個不管是UserLabel 或者是CurnalLabel 那它們一定會必須有一個 有一個對應的關係 就像說 假設各位寫的程式是在 MariTread是寫在UserLabel 可是也要執行的時候 我們必須有CurnalLabel的Thread 可以對應 因為真的要執行一些比較 算是系統的呼叫 也必須靠Curnal的部分 必須靠CurnalThread來幫你執行 就是如果你的程式呢 是在UserLabel的Thread 那它必須有CurnalLabel的Thread 跟你對應 幫你做服務的意思 那這個對應的方式呢 有三種方式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第一個呢 叫做MainToOne MainToOne的意思就是說 假設你的程式在UserLabel 你有好幾個UserThread 就像想像成說 你的程式呢 產生了很多UserLabel的Thread 叫UserThread 比如說這裡面產生 你產生了四個 可是呢 真的在Curnal裡面呢 只有一個Thread跟你對應 叫做MainToOne 就是你雖然寫程式的時候 可以產生四個Thread 可是在那個核心的這一部分呢 只有一個Thread跟你對應 這叫MainToOne 這個怎麼Run 我們等一下再來解釋 這叫MainToOne 那第二種叫做OneToOne OneToOne就是說 你在UserLabel呢 比如說有N個Thread 那你在Curnal呢 就也是N個Thread 就變成一對一啦 那一對一當然會比多對一來得好 簡單講就是說 多對一代表說 你雖然有很多個UserThread 可是你只有一個CurnalThread 那這個CurnalThread如果產生IO 那你就沒有 你就沒有了 你的程式這邊停下來 就是你雖然是MultiThread 但是呢 因為只給你一個CurnalThread 來服務你的意思啦 所以萬一這個CurnalThread 它產生IO 那你上面的這些Thread 就全部都要停下來 因為它產生IO了嘛 那相對的剛剛提到 如果是一對一的意思就是說 好那我每一個UserThread 都有一個CurnalThread跟它對應 就是萬一下面這個地方CurnalThread 有一個產生IO 那你還有很多其他的Thread 還可以繼續再搶CPU嘛 變成你還可以繼續執行的意思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說 萬一Thread的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Thread裡面有一部分 比如說有一個Thread 產生IO 其他Thread還可以繼續來執行 是指這種One to One 剛剛提到 如果是Main to One 當你一個Thread 產生IO CurnalThread產生IO的時候 你就必須停下來 這程式必須停下來 這個是 就是大部分的CurnalOS 都會提供One to One 這樣這個更有彈性 那第三種是什麼呢 我們叫做Main to Many 介意兩者之間 Main to One只有一個又太少 One to One又怕太多 所以就有中間有一個折衷 叫做Main to One 比如說上面是N個 下面是N個 就是對比不是1比1啦 可能是比如說N比M 或者K比W 這就是一個3比2 5比3 或者6比2 就是多對多 但是不是 兩個不是一樣 變成是多對多的方式 那多對多的方式 在OS處理上 支援會比較靈活 一對一是很好 可是一對一就 需要很多這個Curnal的Thread 來服務嘛 比如說你上面產生了 100個Thread 那我下面就要100個Thread 對客戶來講 這個負擔很重 那如果是Main to Many 有個好處就是說 你上面是100個Thread 那我下面可能用 比如說用20個Thread 來服務你 那這樣 在這個OS 這個產生 這個Curnal Thread 的管理上 會比較方便 比較有彈性 照Main to Many